好久沒見了各位 今天在社交媒體上我都宣佈了 今晚會出這個 只是聽我的題目都很汁的影片 但是我發生這些被人性騷擾的事情 就不是新鮮滾熱的 因為今天都11月3日 以下這些事情發生在今年的7月到9月 正確是7月22日至9月3日的期間 但是因為年代久遠 我都忘記了那些很正確的日子 總之都是在這個時限裏 不好意思我隔了這麼久才說這些事情 因為早前很忙 我在Patreon 如果你們在Patreon會員 你會見到我差不多每天一貼文 我都沒有時間去做這樣的整合 總之在7月22日到9月3日這個時候 我就四度被人性騷擾 我在我之前的社交媒體上 我都改回那個文章 我不是被人四度性騷擾 因為如果我說被人四度性騷擾 會容易造成一個假象 不會就是被同一個人四次性騷擾我 其實不是的 是恰恰在這個時期裡面 有四宗獨立不同的事情人物 即是叫做性騷擾我 所以你說我這輩子都沒有被人性騷擾 幸好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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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最後就和大家去解構 正所謂 與生活與學習 與學習與生活 我們不要經常讀書本的東西 我們如何由生活的真實事情去學習西洋沾聲 好 好 最後 大家戴頭盔 這些事情 四宗事件 你說是否真的性騷擾 可能沒有你們想像到這麼嚴重 但是 我真的對心或發誓 我不是為了歪重取重 因為這些事情 我當時一感覺就是被人性騷擾 但是 放心 沒有什麼三級 十八禁 那些色色的事情發生 三次妹妹去到那個程度 但是 如果我接受 可能真的會發生一些甜蠱 但是 好 現在我們正式進入主題了 還有 不是排名 這裡說的事情不分先後 我已經有四宗 我都沒有特別記誰先誰後 但是第一宗是發生什麼事情 話說 有一個週末 我就走進一個商場去廁所洗手 因為我有潔癖 我剛剛綁了太太 那些去洗手 而且這個商場 它不是大 它是屬於大商場 但是 它那個 就是那個 那些東液西液 它都不是最中心的購物店 的位置 而且那個廁所都很隔摺 所以我去走進去廁所的位 就是這個長長的走廊 都很冷清 沒有人的 那剛剛是那個男士 就供了一個人出來 然後大家 在這個走廊 我看到 是不是 然後我記得它穿得 是標其立兒 好了 我走過去之後 我又回頭去 又去看一看 這個人穿得這麼奇怪 OK 哎呀 糟了 然後呢 它又剛好呢 它竟然是回頭 我們呢 四目交頭對上眼 這樣就糟了 這樣就聽起來好像那些甜蠱的開端 OK 好 然後我就 進廁所洗手 我摸完鞋子 很骯髒 我在這裡洗 糟了 竟然 它走進來 因為我一路洗手前 有鏡子 那你想 這個時候你已經心之不妙 為什麼 喂 你剛好好的去完廁所 他出來 你出來後又進去 你為了什麼 我不相信你那麼巧 你是知道你下跌了東西 我覺得一定是我們那個四目交頭出了事 然後呢 就是我在這裡洗手 OK 然後我都收了一塊鏡 那呢 他呢 又看著那塊鏡 那我又在鏡子那裡和他四目交頭 然後他做什麼動作呢 他類似 就是打了我的顏色 然後呢 他在這裡摸一摸他的頭 OK 就是他 就是什麼 是不是叫摸他的頭 就是他摸他的頭 普通話好像叫 是不是叫 Shy Shy OK 他視意我 跟他進去廁所 他視意我跟他進廁所 OMG 然後我假裝沒事了 然後快點洗完之後 搜完之後 我就快點出去了廁所 那這個是第一件 就是 聽起來好像 可能你也有點失望 其實也不是性騷擾 但我告訴你之後 那些是越來越嚴重 還有那個點是什麼 我是這一段期間 不是同一個人四次性騷擾我 是 不是同一個人四次性騷擾我 是發生四宗 這些 類似癡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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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癡 泰國的KFC是比香港好吃的 多多勝 你們有機會去泰國 不妨試一下他們的KFC 好了 那我就進去了KFC 那我就站在他們那個 帳戶面前 抬頭看他們 就是 就是 什麼 天花板 就是他們 好像麥當勞那些 那些餐牌 那些菜單 然後 然後 在我前方 他又不是直接頂著我 就有個男人 我好記得這個男人 他的樣子像李淳欣 那樣 他就知道他站在我前面 其實他沒有封鎖我 但是他就非常欣勤地 很客氣 他反過來就知道 他後面有一個人 他好像怕封鎖我 那你便移開 但是他好像很恭敬的樣子 真是難聽一點 一個很封鎖的樣子 即是 中文即是怎樣 好像阿怡奉承 即是 你明白嗎 你覺得你頂著人 那你走開 你最多說一聲 對不起 但是他的眼神 好像覺得 好像當中我是皇上 他是小太監 怕得罪了皇上 然後他好像 他還比起手勢 那些 請我走前面 然後眼睛睛地看著我 我都覺得比較奇怪 但好吧 我當作泰國人本身 都很有禮貌 但是我沒有見過 有禮貌成這樣 但是這件事 都令我覺得 有些古古怪 OK 好 之後呢 我們就各自坐下吃東西 假設他坐在一個鐘的圓針 他就看著12點 那我就正正坐在 那個3號仔 那個位置上面的方向 他坐在一個鐘的圓針 他看向12 那我坐在3號 那就是我會看到他的右邊面 是不是 他看著前方 他看著12方向 然後我坐在他3號 是不是 坐在3 OK 那我就整天看到他的右邊面 那 相隔大概 三四個台位 OK 好了吃東西了 然後呢 我一直在那吃東西 我不斷發現到 他經常向右邊看過來看過來 瞧瞧我 瞧瞧我 那這件事呢 都令到我非常不舒服 以至到我怎麼做呢 那我就把我 即是坐的屁股 那我就慢慢開始移去一些 比較踏四的方向 為什麼呢 因為 因為我坐的那個是類似 就是 桌子 那樣 只要我坐過去踏四的方向 那他就不是純粹 轉頭去右邊 他還要往後方去轉 那這個角度就太誇張 那我就覺得 讓你沒那麼容易看到我 還有說真的 因為 他坐的那個位置背後 有個類似屏風 是的 所以如果 總之我坐在他踏四方向 那個屏風都會阻礙他的眼神 從看到我 你們自己幻想一下 這個情景 OK 那總之我坐去踏四方向 但是誰知道 他都還是涉而不捨 這樣 轉頭不單是九十度 還是九十度加三十度 即是一百二十度 他望向踏四的方向 這樣打斜後面 看過來 右斜方看過我 那我真的很不舒服 那好吧 之後呢我就 搬位了 因為我都沒有吃完我的東西 對不對 我直接搬到去 去踏半 即是踏六方向 在他身後 OK 那又是一個 相隔不知四五個桌的距離 那這次 你不會 你明不明白 你不會 貓頭影這樣 貓頭影一百八十度零 對不對 還有何況你身後有個屏風 那你怎樣看到我呢 那我就覺得非常之安全 那唯有去到認輸 那他唯有繼續吃東西 那我還沒繼續 我又低頭吃東西 那我也都只看到 即是那個玻璃屏風 即是一些磨砂玻璃屏風 那我就看到他那個背影 那我就很安心了 那我就繼續 低頭錄手機 一下一下一下這樣 OK 壓雞了OK 好了 接著我真的頂他又廢 我真的忍不住爆粗 我真的想到 我都爆粗 我當時當然心裏面 即刻爆粗 因為當我 到我下一次 抬頭 即你明明 我不是特地抬頭看他 那有時候 你明明 你不斷地看手機 你的眼睛會累的 那你就向前看一看 即我看他不跟他看我 他看我是一些 即不知什麼鬼鼠 眼睛睛的眼神 但是我看他是為了 放鬆我的眼睛 你明明 我不是說要去嫌濕他 他就走來嫌濕我 可能想用眼神性騷擾我 OK好 到我下一次 我看前方的時候 我頂他就廢了 他呢 竟然呢 嗯 怎麼說呢 他也是坐在他 本身那張桌子 即你當是一個時鐘的那個原心 但是呢 他就由本身 看著答十二 現在就調來看到答六 OK 就像你打完掌一樣 有對家的嘛 他就是坐在桌子的另一邊 那對方 他坐在那個對家的位 然後 雖然 我說他 即我們中間會隔著一個屏風 玻璃的屏風 但那個屏風 首先他不是實心的屏風 而且這個屏風 他會有一點點洞洞的位置 OK 我頂他 他坐在那些洞的位置 他透過那個洞看我啊 癡了他的線 我真的生氣到飛起 然後我趕快吃完 我快點走 還有我想說多次 他每次看我的眼神 都是那些眼睛睛 色迷迷的眼神 好恐怖的 令人非常無管動 好了 之後第三單發生什麼事呢 唉 想起這個理常人都生氣 好 接著第三單是一個印度人 OK 如果你們有看我的IG 記得嗎 有一陣子我上傳一些片 相片 我家附近有個商場 在搞一些exotic pet show 有豬 有山羊 有鷹 有鷹 鷹母 即是有一個這樣的 show 你看我的IG就會知道 就是這個時候發生 我沒有說謊 是真的7月到9月的時候 OK 這樣呢 我記得我在看小豬 很可愛 拍片 然後我旁邊無端端有個男人 是印度人來解 他就說 這是鷹子 這是鷹子 我要假裝看一個印度語言 他就說 這是鷹子 我說 然後他就說 他們很可愛 像你 這樣跟我說 即是他說 他們很可愛 他們很可愛 好像我 我覺得有沒有人這樣說 而且他是印度人 首先男人跟男人這樣說 你現在不是說要去聊一些小豬 然後大家是陌生人 我覺得很奇怪 然後我沒有回應他 然後他就不斷在聊我說話 他說完那句之後 我都馬上不出聲 OK 然後他就說 然後他就好像問 算了 我發現 他就問 我怎樣做一些印度語言 他就說 你是一個移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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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問我個人自己的底細 我是不是遊客 我住在哪裡 然後我問 我從哪裡 但是我又 我覺得 好像全部都不回應他 好像很壞 其實我也有回應他 但是有一些很短的句子 說真的 你問我住在哪裡 我就說我是在哪裡 我又覺得對我的人生 沒有什麼安全 之後他問我來自哪裡 我也有說是從香港 但是我已經是 表現到給他看 就是有些西面 還有我不斷只是看著 一些動物 我都不是很想看他的眼神 說話 然後我就發覺 他不斷在那裡 繼續接觸我 就是他有些越行越近 然後好像繼續想連我說話 我繼續看一些其他動物 因為那裡是整個動物 我看完豬 我就一直向右看 我打算去看 看什麼鱗魚 看鱗魚 其實我打算順便離開一個商場 我扮到 我扮到 我扮到不理會他的存在 我扮到好像沒有聽到 不知道他問我什麼 我扮到繼續很有趣 看著動物 很興奮 鱗魚 鱗魚 扮拍照 然後我就慢慢不斷 向那個商場出口那裡走 但其實我的感覺到 在我左眼我都看得到 其實他已經不斷跟著我走過來 接著我到我出商場 我出商場我就快點直走 之後就趕著走回去 坐那個MRT 我不是坐MRT 但總之我要坐MRT站 即是香港的地鐵站 這個時候我一直直走 我都沒有問他有沒有跟著我 但我覺得 忽然之間如果我轉頭過去 又好像太過實有介事 但總之我都趕快直走 到 接著我之後 真的有一個要轉彎的時候 我就用眼尾掃 這條人有沒有跟著我 我頂他 他真的跟著我 接著我 我落到地鐵後 我就穿回一些商場 然後我跑 九秒九跑走 這裏就給一個印度佬聊 你說是否算是性騷擾 他是不是超級友善 但至少你不會第一次跟一個陌生的同性人說 即是 the pics are cute like you 我想說 我是很受印度人歡迎的 我不妨告訴大家 我以前香港 我是住在紅磡海逸豪園的 如果你們住在海洋區 或者你住在紅磡區 你都會知道 根本海逸是一個小印度 很多印度人 你知不知道 我以前在那裏 我是給過幾次不同的印度佬聊 還有印度人很奇怪 他會第一句就砍頭問你 Where do you live? Hello What's your name? 即是 他第一句就 他不會跟你 即是沒有聰明 他第一句砍頭就是 好像想套你聊 我不知道是否印度人 他們的文化是 這麼直白 很奇怪 這就是第三宗所謂的性騷擾 然後來到最後第四宗 這一宗真的 開始有些 春光炸節 有些甜的成份 好 發生什麼事呢? 那我就下了我 家會所樓下的 就是游泳 還有我們有一個桑拿 我就 游泳 然後 就是桑拿 冰火冰火 有時 就是凍游泳 然後就去過桑拿 然後又跳下水 就是幫助血液循環 OK 那 就是 同一個池 有一個 二十多歲 二十五六歲的年輕人 是泰國人 很明顯的樣子 就是泰國人 OK 那 還有 那天也沒有什麼人 我想 可能是星期六 OK 我們兩個遊說 然後我就 之後就去濕精 OK 然後 第一次 當然 我一向都會知道泳池有個人 但我沒有特別去看誰 但是 我們第一次 就是近距離的話 就是我第一次在濕精房裡走出來 然後他又剛巧走進來 我們就打過照面 我就看到這個 二十六多歲的 泰國年輕人 他又離證了 我又下一次 去這個 就是火源就冰了 OK 那就繼續游了 不過其實我都不是經常游 我是 喜歡在泳池那裡踢腳 對 Anyway 到我下一次 就是 然後不斷踢腳 然後他沒多久又下回 這個冰池 就是泳池 到下一次 我又想 感受到熱的時候 去濕精 那我走 然後 這次 我就發現 他快馬加鞭 他好像是緊隨其後 他又很快 去跟我進了這個濕的 桑拿房 OK 然後 這次他做了什麼事情 他竟然是 就是我進了桑拿房 濕的 就是那個蒸氣室 是不是 他竟然在這個 濕精房裡面 他脫了一條泳褲 他是全裸的 但是當然我穿了一條泳褲 然後我心裡也打個凸 但是 他又不是犯法 又不是什麼事 因為 因為桑拿房 你可以做這回事 但是我覺得 喂 你為什麼這麼誇張 當然你知道 日本的溫泉 他們是真的會全裸的 但是也會有肺毛巾包著 但是 你這裡不是日本 你也不是傳統的溫泉 還有年輕人 通常我不知道 我覺得 那些老人家 他們脫了 他們 好像會很流行 但是我沒有見過 年輕人會這麼大膽 他真的在我面前 他真的 全部肉白相見 他真的露出他的東西 OK 但是我又不想 我做什麼 無端這一刻 我故意奪門而出 好像很奇怪 很尷尬 還有我進去 可能是半分鐘 我都說他緊脫了幾口 然後我們一起在這間室房裡 他就脫了褲 我沒理由馬上對門而出 好像很難 我還沒有裝得很正常 但是總之 這個時候我都沒有去 看他的方向 OK 還有我們也沒有聊天 一直在裡面吐一下 也沒有看他 我不知道吐了大概三分鐘左右 然後我又覺得 大家兩個人在這麼小的空間 不說話好像很奇怪 這次我去聊他 但是問一些很正常的事情 我說你是否居住 你住在哪一棟建築 因為我們大廈有兩棟建築 我說你是否自己居住 我說你是否學生 類似這樣的事情 一些基本的事情 但是 這是純粹為了打破沉默的尷尬 OK 好 然後到某一刻 他也有些事情回應我 他就好像沒有什麼去問我 但是到某一刻 他就跟我說 喂你也可以脫褲 他這樣跟我說 然後我說不用了不用了 然後到他說完這句 之後 我就說 我又回到泳池 OK 我就走去泳池 然後沒多久 他又出來了 即他又回到泳池 當然他穿回泳褲 即他穿回泳褲去泳池 然後到下一次 我又走回去濕晶 然後我又發覺他緊脫其後 然後他也在濕晶房裡脫褲 OK 但這次我們就開始沒有什麼說話 OK 因為上次講完 我們都講完 這次沒有什麼沉默的感覺 即上次我都了解過的原理 他有沒有跟我說話 OK 然後 他有沒有第二次叫我 他有沒有第二次叫我 但這次我可以脫褲 對 他真的說 你可以脫褲 對 有粒子 什麼都好 OK 但這次我去浴室隔 裡面洗澡 我準備離開 在我吹泳 吹到一分多鐘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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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我都一定是他 因為我都說 我們當天 整個下午都只有我和他 那我就開門問他什麼事 幸好那時候我還是穿泳褲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 我進去一分多鐘 其實我只是沖泳 沖泳池的綠氣味 還有我準備洗頭 我都沒洗那麼快脫泳褲 OK 所以我也很安心 我打開門問他什麼事 OK 然後我一打開門 他第一下不是看著我的樣子 你明白嗎 你敲人到門 人家打開門 你會看別人的誰 他是看我下半身 好想我穿泳褲 好了 但是他敲門問我什麼事 他就說 他就說 你是否用完濕晶質 如果用完的話 他就說我關燈了 因為我們的濕晶質是可以自己關燈的 OK 那我就說 我用完了 他就說 那我關燈了 他也是想去看我 OK 因為浪費了 我擺明已經是濕晶了 然後我都在衝緊身 是不是 我都鎖了門 你都會期望的人 去洗澡準備走 是不是 OK 然後還有第一 開門 你是看下半身 不是看樣子 這個是不符合人與人 基本的社交禮儀 那我就覺得 其實他在找藉口 也是想看我 然後整個濕晶房 就是想看我 太多次了 那這一宗 就是第四宗 這一宗 真的開始甜甜的 是不是 還有那個感覺比較性騷擾 來到最後總結的部分 我在這個722到9月3的期間 竟然在人生裡密集式地發生這四宗性騷擾事件 是因為什麼聲像使然 如果各位眼利的觀眾 其實應該已經看到那個答案 也都解釋了 為什麼我經常叫大家 教高聲去看片 還有我們YouTube是看片的 雖然那個 就是我一直那個 重心是 用那個口術去講解 但是呢 大家只要是用多些 金晶火暗 就會看到這個 成像是什麼 那與此同時呢 也都請大家去 回顧一下 在今年的7月22日 去到9月3日 你們的人生裡 人生裡 有沒有發… 就是有沒有發生一些 很奇怪 突如其來 你猜不到的一些 就是可能一些 就是性騷擾事件 或者真的如果進一步 你們可以發生甜故了 可以有下文了 或者一些跟性愛情 有關這樣的遭遇 是的 那 例如 你們如果看到我一直的底圖 我有些客人 最流行的就是 遇到那個X 是不是 或者那個前度去找 他去找你 或者你們是否碰面碰到 或者你忽然之間 會去想回他 那這些都是 這個星象可以去帶給我們的一些 現實生活中的體驗 是的 那 那 除了 我都有 就是好幾個客人 他們和那些X 是無端端會有一個糾纏 那又例如我 那 我曾經有一個曖昧對象 但是就因為 就是2019年 大家政見不合 那就沒有再聯絡了 那在三年後的今年 這個722到9月3 這個奇奇怪怪的人 就無端端找回我 但是他只是和我說一聲 然後我問他有什麼事 他有聲音不出 OK 所以這些X 明白嗎 性愛對象 或者曖昧對象 都會因為這個星象使然 而在你的人生裏 重新出現 所以真的在這裏 肯定大家可以去回想 和去分享 就是和這些曖昧 性 性騷擾 在7月22日至9月3日 如果在你的新聞裏 是有很奇怪的發生 或者一些以前牽涉過的人事物 這個時候回來找你 那你們真的可以去留言區分享 還有 如果你們再看我的底圖 在這段期間 我有一個以前教他唱歌的學生 去找我 那我和這個教唱歌學生的關係 就是非常專業的 我們中間沒有愛 會沒有性沒有愛 但是原來 他去找我 這個Fact 和這個星象又有關 那為什麼呢 詳情我會放在Patreon那裏講解 但是在最少 就算我當你不是Patreon會員 你可以知道 打從今天起 如果以後 我們若干年後 再有這個星象 那 在通通愛爾上 所提及過這些事情 你們就可以 將來打聲十二分精神 就拭目以待 而如果你真的 從你的生活經驗裡 驗證到 咦 在這個星象的影響下 這些事情真的 突然之間又發生了 繼續發生了 那你們就可以驚嘆到 西洋占星的神奇之處 除了這些奇怪的愛情事件 性的事件 或者這些 舊的愛情 或者性的對象 回來找你 那我們 在這個星象的底下 還有其他什麼要注意呢 其他什麼趨急避空的提示呢 通通都會放在Patreon那裏 就給會員獨家轉向的 發生了 您這個時候 您可以的